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23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这也是一个准则 这一章的内容就是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差错更正相关那些概念和会计处理 分数十分左右属于重要的章节 而一般的来说 差错更正嘛 差不多都与这一章相关 一个是会计政策变更的判断 还有一个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这是最近这三年的主要考点 我们这一章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是能够判断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它给定的一些事项让我们做出判断 再有重要前期差错对报表项目的调整 还有追溯调整法、未来适用法 这一章内容可以和其他很多章节的内容结合出题 因为本身是出差错更正的 可能会涉及到好多章节 今年教材内容基本没有变化 第二十三章一共是有三节内容 第一节会计政策及变更 第二节会计估计及其变更 第三节是前期差错及其更正 那我们看第一节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在这一节里面涉及五个大的问题 一个是会计政策概述 第二个会计政策变更 第三的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 第四个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 最后会计政策变更的披露 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会计政策概述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政策重要不重要 这是毛主席说的话 那我们看会计政策是什么用 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 所采用的原则基础会计处理方法 我们会计政策课 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所以会计政策是会计的一个灵魂 当然不是说 我们所谈到的内容都是这一章的事 确认计量报告 那涉及到很多章节 那核心嘛 讲的是会计政策 毛主席还说过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知道我们很多同学学到现在 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要看到你的成绩 就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有很多知识你已经掌握了 你要看到光明 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之后 我们的前途会很好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因此谈这里面的政策 确认 第一章就说确认这个事情 比如说谈资产的确认 与这项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它的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这就确认啊 后面很多章节都围绕这个来说的 那对资产要不要确认 再比如说销售商品收入确认 按照我们现行的准则 要同时符合五个条件 当然收入准则 正在修订过程中 那以后还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那不管怎么讲 也会涉及确认的问题 然后计量 确认完之后用什么计量 计量我们谈到了五个计量属性 那比如说有供运价值 历史成本 限值重置成本 可变现净值 那到底按照什么来进行计量 你像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我们可以用历史成本 也可以采用供运价值模式 四类金融资产 第一类以供运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计量资产 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供运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 分期付款方式购入无形资产 我们是以限值来进行计量 要是盘盈的存货 盘盈的固定资产 按重置成本计量 存货 期末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递计量 又涉及可变现净值 这叫计量 还有报告 业务的发生 那会影响到报表里面的一些项目 那么会计报表是属于报告里面重要的一块内容 比如说 我们要是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卖出去了 收到款项存入银行 那你要在报告上反映 比如说资产负债表 银行存款增加了 利润表有收入 然后有营业成本 影响了 资产负债表上把存货卖掉存货减少了 那我们收到现金了 还影响现金领量表 这体验到报告上去了 确认计量报告 当然会计在谈它的技术方法里面 还有一项记录 国际准则往往不过多的谈记录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没再谈那两个字 借什么带什么 这个我们学习是当然也要掌握 也要掌握的 所用的原则 原则是最高层次 比如说确认的原则 基础 那是第二个层次 主要只是计量 第三个层次是会计处理方法 那我们看一看 会计政策的特点 说第一 会计政策的选择性 不多 有的可以选 像存货发出的计价 实际成本核算 先进先出法 全约一次加均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 个别认定法 或者个别计价法 你可以选 大部分是不能选 第二个特点 会计政策的强制性 比如说 借款费用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你不可以资本化 必须费用化 那就是强制性 然后会计政策的层次性 最高层次原则 第二层次会计基础 主要是计量了 第三是会计处理方法 比如说 收入确认 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确认 层次很高 确认之后 按照什么计 你像按照应收 或已收合同的价款 不公允的除外 对于分期收款 销售商品 按照销售成立日的 公允价值 那是下一个层次 然后会计处理方法 层次比较低 刚刚谈到存货 发出的计价方法 先进先出 全月一次加均平均 那这些说的是方法 最低层次 第二个问题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已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但是不是说 就永远不得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 是什么样的概念 支持企业对相同的 交易或事项 由原来采用的 会计政策 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为 你比如说 投资性房地产的 后续计量 原来用的是成本模式 我们现在把它改为 公允价值模式 相同交易或事项 由原来的成本模式 现在改为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嘛 这是会计政策的问题 这就是会计政策变更 但是比如说 由于追加投资 对长期股权投资 由权益法核算 改为成本法核算 这就不行 这不应该算 会计政策变更 它不再是相同交易或事项 原来的对一个单位 股权投资重大影响 你是由于追加投资 达到的控制改成的成本法 那不行 当然我们谈会计政策的时候 这种变化必须是符合相关的规定 比如符合准则规定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公允价值模式 改为成本模式 行不行 不行 我们准则不允许 因此谈会计政策变更 是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的改变 由一种政策 改为另一种政策的行为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 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第一 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 也就是简单来讲 国家相关的规定 主要就是体现在准则这一块 那准则允许变的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变 并且准则让你怎么变 你还必须得跟着变 涉及到准则的一些变化 都会提出一些具体的处理方法 那实际上就是会计政策变更 那有的事项他就会说 你要追溯调整 后面会谈到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处理方法 其中一种就是追溯调整法 这是国家的规定 每次准则修订 都有一个衔接 会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做出这种改变 比如追溯调整法或未来适用法 第二 会计政策变更 能够提供更可靠 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这不是属于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 而是说 变完之后 能够更好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 也可以改变 这种情形不多 有没有 当然有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原来采用的是成本模式 现在我们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的取得 把它改为公允价值模式了 我们认为能够更好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进行成果 可不可以改变 可以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准则 修订师要考虑 说以后计价 提出现行成本 一个新的词 所以现在的历史成本 慢慢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吗 也跟大家也谈到过 历史成本 一定程度上不错 但有它的问题 就像在我们国家的房子 有的一些企业时间比较长了 房子提折就都提完了 但是房子可值钱了 那就是没反应 历史成本嘛 那你要线性价值就可以反应了 所以有时 你要由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就可能更好的反应企业财务状况 接应成果这方面的信息 可以发生改变 另外 如果说我们站在A公司的角度上 原来受假公司控制 现在受乙公司控制 控制是要编合并报表 在合并报表上是要统一会计政策的 那这个会计政策的统一 有的一些情况 母公司就要求子公司 在它的个别报表上把政策给统一了 跟母公司一致 那他就可能会改变会计政策 原来受假控制跟假的一致 现在受乙的控制跟乙的一致 都可能会发生改变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你说了 我不管你谁控制我 我谁也不听 我就用我自己的政策 以别合并报表人再说去 这事也有 所以对于这种政策变更 自己发生的改变 可能是你自己这个法人主体本身 要更好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进行成果 这方面的信息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被迫的 比如要跟母公司的会计政策一致 发生的改变 这也都是可以的 以下两种情况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就下面这两个不算 第一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 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那基本就是下面这个如 原来租入的资产 是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 那我们现在这项资产租赁 起满了说不经营租赁了 干脆融资租赁方式把他给租入 还是这项资产续签了合同 那这项交易或事项 与以前相比之具有本质差别的 因为融资租赁跟经营租赁 风险和报酬不一样 融资租赁风险和报酬转移 经营租赁没转 那这两者当然具有本质差别 后面对融资租入的资产 适同自有资产管理核算 比如说对资产还要提折旧 这个不能算到会计政策变更 因为这两者具有本质差别 下面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 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一个说初次发生的 那初次发生的从逻辑上来说 变什么更啊 原来没有啊 我们谈变更可能说一个事情变成了一个事情 你初次发生原来没有 这个英文也这么说的 我也咨询过 他说有时写一些规定时 有一些外国人就愿意这样写 那初次发生的也算变化 那我们就能翻译过来 现在就说初次发生的不算政策变更 比如说初次承接的建造合同 用完工百分比法核算 这就不算 另外一个不重要的交易 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比如说第一支一号品的摊销 由分次摊销法改为一次摊销法 对财务状况进行成果影响不大 或者几乎没有影响 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要把它作为会计政策变更了 会计政策变更了 那有些要进行披露的 往往都认为重要要进行披露 你披露它干什么呀 第一支一号品摊销 由分次摊销法改为一次摊销法 使本年的利润减少了两千块钱 这有什么意义呢 不重要的交易或事项 发生的一些改变 就不把它认为是会计政策变更 我记得看一家公司的报告 是一家非常事公司的 这家公司是把存货发出 技嘉的方法进行了改变 原来是加权平均法 现在改成了先进先出 改完之后对当年的利润 影响了八千块钱 而这家公司的利润是上千万 最终把这事进行披露 披露说的为什么要改呢 说我们因为上了新的软件 新的软件不提供原来的 计算方法的功能 加权平均 这个东西是什么破软件呀 你说你披露这事干什么 或者说这件事情 如果说真的影响不大的话 财务状况进行成果影响不大 我简单的说一说 什么是会计估计 很多交易或者事项 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你相应的要做出一些估计 比如说企业的应收账款 你要估计有多少会发生会账 固定资产 你要估计它预计使用年限多长时间 无形资产贪消年限多长时间 它的残值预计会有多少 失误之中也会出现大量的估计 就是对其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 你要做出一个判断 这叫会计估计 当然这个会计估计也可以发生变更 原来的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十年 三年结束了 以当前的状况估计 只能再使用三年 这就叫做估计变更 由原来的估计改成另一种估计 估计变更 大致先知道什么的概念 然后现在说会计政策变更 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怎么划分 其实应该是围绕着 会计政策的定义来看 也就是在确认计量报告这些方面 做出的一些改变 那就是政策变更 如果说这些没有改变 只是对一个数值做出的一些估计 那就属于一种估计 如果数值发生改变的叫估计变更 那总的一个原则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 以会计确认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基础 那如果说会计确认这方面发生了改变了 那会计确认是一个会计政策 我们确认计量报告 那如果说在确认这些方面发生了变更 那就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比如说 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现在我们确认为资产 原来符合资本化 不符合资本化 我们全确认为费用 这样你由符合资本化条件支出 由原来确认为费用 现在确认为资产 这就是一项政策变更 确认变了 再比如说商品流通企业 采购商品过程中发生的采购费用 原来是确认为费用 当期损益 现在要把它计入存货成本里面 确认为资产 确认发生改变了 那我们现在在讨论收入准则发生改变 比如说销售商品 原来同时符合五个条件 那我们新的可能跟它不一致 这也是一种变更 也叫确认发生了改变 那这个就是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然后再看下面第二个 以计量基础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基础 不说吗 确认计量报告 要是在计量基础这方面发生了改变了 那当然也是算会计政策变更 那么计量基础是会计政策 像前面所谈到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成本模式改为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基础发生了改变 这不就是政策变更吗 但是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 由公允价值模式改为成本模式呢 这不行 不让啊 那不让不行 再比如说 我们以前曾经对存货期末计量用的就是成本法 就反映历史成本 后来呢 改成存货期末计量 由成本法改为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 那可变现净值是一个计量基础啊 这是计量基础发生改变 就算会计政策变更 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 用了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来进行计量了 可变现净值在确定时 对存货是按照单向来估计 还是按照类别来估计 这是对可变现净值确定数字的一种估计啊 那就发生改变了 原来是按照类别现在改成单向 它就是一项估计变更 就是这样 你再比如说 对于应收账款的坏账 以前曾经说在企业里面 直接转销法 后来改成背敌法 那原来直接转销法改为背敌法 这就是一项政策变更 那我们现在已经用背敌法了 你如何去估计这种坏账的数字 那么余额百分比法 账令分析法 我们现在准则上提出说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这都是对应收账款 发生多少坏账的一个估计 在这些地方做出的改变 就算估计变更了 数值的改变就估计变更 当然我们现在小企业里面 应收账款 坏账还直接转销法 如果说你小企业 后面说我干脆也改成那种背敌 那就是一种政策变更 这是方法发生改变 叫做计量基础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基础 然后说以猎豹项目是否发生变更 作为判断基础 谈的是报告 假定说猎豹项目 你要是利润表 后来到资产负债表 这些方面发生的改变 那就猎豹项目发生改变 猎豹项目发生的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 那比如说原来的商品流通企业 采购商品过程中 发生的采购费用 进入当期损益 比如现在按照现在来说 进销售费用 那把它进入到存活成本 确认发生了改变 猎豹也变了 你原来是利润表里猎豹 现在是资产负债表猎豹 同样刚刚说的 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那你看确认改变了 猎豹也变了 原来这是寄管理费用 利润表 现在寄到如果达到预定用途了 无形资产 没达到预定用途 开发支出项目 这都是属于猎豹发生的改变 有的一些情况发生的变更 某一个事项 可能只涉及到确认计量 报告的某一项 也可能涉及两项 也可能三项都涉及 你像刚刚所谈到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由成本模式改为供应价值模式 只是计量这一个项目发生变化了 算快几种测变更 那像刚刚所谈到的 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你会发现确认改变了 猎豹也发生改变了 可能就涉及到两个 我下面说一个 大家会看到它涉及三个了 确认计量 猎豹都变了 就是分期收款销售商品 原来是按合同约定收款日期 分期确认收入 现在是按照销售成立日的 公允价值确认收入 你看看确认变了 原来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 分期确认 我们现在确认不一样了 销售成立日的公允 确认变了 计量也变了 我们现在实际上 销售成立日的公允 体现的是未来应收货款的 一个限值 公允价值吗 往往以这个来进行体现 或者限销价 而原来说 总数合同约定收款日期 分期确认 其实税法还是执行这个样 计量变了 猎豹也变了 原来没有什么长期应收款 为实现融资收益这些东西 没有它的猎豹的事 那现在已经都发生改变了 确认计量猎豹 反正有一个变化 你判断出来了 那就说政策变更 第四 根据会计确计量基础 和猎豹项目所选择的 未取得与资产负债表项目 有关的金额或数值 主要是金额数值这些方面 那这些方法发生改变的话 不属于会计政策 它是一个会计估计 那估计数字的变化 就属于估计变更 你像固定资产预期使用寿命 残值 这些发生改变 那只是说 数值的一些改变 它发生改变的是 对这项资产定期消耗 金额的一些调整 是每一期提多少折旧 所以它是一个估计 这样呢 像预计使用寿命的改变 预计残值的改变 都把它叫做会计估计变更了 我们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下列项目中 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是 A 分期付款 取得固定资产 由购买价款 改为购买价款限值计价 原来是总处 现在是按照限制入账 计量基础发生改变了 那它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B 商品流通企业采购费用 由寄入营业费用 改为寄入取得存货成本 前面给大家说过 确认猎豹都改变了 政策变更 再看C 将内部研发项目 开发阶段的支出 由寄入当期损益 改为符合规定条件的 确认为无形资产 也跟大家说过 确认猎豹都改变了 政策变更 D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由年限平均法 改为双倍余格递减法 我们单选题 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当然只能选它了 这里可能会看到说 年限平均法 改为双倍余格递减法 那不还是属于方法改变 它怎么就不属于政策变更呢 我跟大家说 本来这个事情是有些争论的 若个年前 我们当时把它认定为 是会计政策变更的 后来把它再改的 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会计估计变更定义 到那时候我再解释 这为什么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了 这是下一节的事啊 但是说这种方法改变 现在有的国家仍然认定 它是会计政策变更 所以它是会计上 不是目前所有事项的处理 人们都会达成一致意见的 不过我们目前说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改变 应该把它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我说到下一节的解释原因 第四个问题 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 就发生会计政策变更了 怎么办 那你涉及到账簿要不要调 报表要不要调 如果要调的话怎么去做 这是它的会计处理方法 发生会计政策变更的时候 是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一种是追溯调整法 还有一种是未来适用法 追溯调整 就认为新的政策 在这项业务开始发生时 就采用一样 这往前要进行追溯 未来适用法 不管以前 从现在开始往后 这叫未来适用法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中国乒乓球队 在世界上长盛不衰 他们经常会谈到 一切从零开始 他们就讲究未来适用 这开玩笑了 你不会以前 我们从以后开始 叫未来适用法 追溯调整法 概念是这样讲的 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 变更会计政策 是同该项交易或事项 初次发生时 即采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就是认为初次发生时 就采用了 然后对报表的项目 进行相关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 原来把气质费用的限制 没有计入到固定资产的成本 而现行的准则 就要求 气质费用限制 要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如果说现在的政策 刚开始变更 我们现在就回到2007年 说站在2007年来看 我们当时 那07年 准则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那之前的像气质费用的限制 根本没有计入固定资产 如果说五年前 已经建好的核电站核设施 我们站在2007年来看 那现在就怎么办 把气质费用的限制算出来 你要把它寄入到 五年前的固定资产成本里面去 寄完了之后 那五年的折旧 原来媒体要补上 那五年 由于气质费用限制 寄入固定资产 形成有预计负债 我们过去五年还要算利息 那你看相关的报表 就会涉及到一些调整的问题 那在调整的过程中 往前进行追溯 调的要是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好办 因为我们就余额就完了 比如像刚才谈到的 说2007年年初 把气质费用限制 寄到五年前的固定资产里去了 那由此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数字 猎豹数发生改变 预计负债的猎豹数发生改变等一些 那这些呢 就调一个余额的变动 比如2007年年初 余额我就调完了 但是 这一项变更 还会涉及到以前各期损益 比如说 站在2007年来看 2007年年初 说以前的气质费用限制 既固定资产了 我们要对它替着救 会影响损益 我们要确认利息费用 会影响损益 这损益类型的科目 大家清楚到年底时 一定都把它截平 没有余额的 它是一年算一年的 那最终呢 会反映到留存收益里面去 所以我们在进行调整的时候 怎么做 说第一步 计算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什么意思 就是 追溯调装法王 以前进行追溯时 那些损益的 你别管过去五年八年 每一年结束时 都会转到留存收益 那你留存收益累积的数吗 叫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 累积到什么时候 以后再单独说 反正它是对以前各期损益的一种累积 它不像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而这些呢 就调一个余额数就完了 一会会单独 讲什么是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的 第二步 编制相关项目的调整分路 要对项目进行调整 比如说 刚刚所谈到的固定资产项目的数字改变了 预计负债的数字改变了 那损益的最终反映到留存收益了 比如说盈余攻击啊 未分别令项目数字改变了 那你编调整分路 有这么一个提示 会计政策变更 涉及损益的事项 我们不要通过损益类型原型了 因为你损益类型的是影响利润表 我们政策变更追逐调整 是往前追的 那涉及损益的通过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科目来核算 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本期发现前期重要差错 那涉及损益的 是以千年度损益调整 按照我们的教材 要是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 事项涉及损益的 也通过以千年度损益调整 但最近这几年考试 基本回避它 就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调整事项 涉及损益的也都调它的原型了 而实物之中往往也是采取 调原型的方式去做 不过呢 要是本期发现前期重要事项 当然得通过以千年度损益调整 比如说 在2016年的8月份 发现2015年 有一项损益错了 那你肯定要把损益 用以千年度损益调整来进行反应的 第三步 调整猎报前期最早期出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及其金额 最早期出 理解起来稍微有点难度 猎报前期最早期出 谈的是报表项目的调整 以后会单独谈这个事情 第四步 附入说明 这个一般无所谓 好了那我们下面就是说一说 这个会计政策变更累进享受 说完这个了 那报表项的调整 也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说是指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的 猎报前期最早期出留存收益 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之间的差 如果说是2007年发生的会计政策变更 猎报前期当然是2006年 然后最早期出 是2006年的再往看最早早到哪去 最早期出 调那个留存收益 原来政策是多少 新的政策多少量的有差 这叫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通过一个表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变更是在2016年变的 那2016整个这个变化的数字 应该在2016年的财务报告上来反映 哪年变更 应该在哪一年的报告上要反映 16年的报告 我们报表呢 有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这里说的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是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相关项目 因为是留存收益吗 这影响的盈于攻击位分别利润 什么意思 16年度政策变更 猎报前期 因为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那比较报表 有本年及格有上年及格 指的是上年及格 叫猎报前期 最早期出 就在这儿 这是最早期出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说有上年年末余额 然后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查测算出本年年出余额 也就是说 16年发生政策变更了 猎报前期 就上年金额这栏目来调 这叫猎报前期 最早期出 那也就是说 上年的 会计政策变更 这个项目的调整 年出数的调整 这不叫最早期出了吗 再也没有比他早的了 再早的没法反应了 下面要说的 那为什么不讲 猎报期期出 为什么不是在这块 2016年年初 不是 要是2016年年初不合适 为什么 我们2016年还有利润表 利润表有本年金额 那是16的 有上年金额 15的 那你上年金额里面 比如说提折旧的数字 或者确认财务费用的数字 这一年 在16年的比较报表 利润表上是有反应的 它不用累积 你要累积的 就是在15年 年初以前的那些 你想在利润表比较 找不着了 因为我们16年的利润表 比较报表是15年 15年数字不用累积 从而经常说 会计政策变更 累积影响数 叫列报前期最早期出 留存首以这两项目 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之间的差 我想通过这图 应该就清楚了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是 会计政策及其变更里面 会计政策的概念 会计政策变更的概念 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然后还有会计政策变更 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区分 那主要是这样一些内容 好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